HELLO 大家好,VLUK的視頻 又一個月過去了 又是時候要更新我們的巨星生成器系列 今天輪到 2K 23 本的第四位強 這個月我們用 Check GPT 做了不少視頻 也有拍者提議說 不如讓他生成一個屬於自己的球員 這個是好想 但是怎樣實施到遊戲中 諸葛結晶當然有辦法 我舉個例子 現役的尖刺夏登 他是90種平 每一個球員有不少的屬性點 諸葛結晶所有屬性點加上是 2,987 本 當然他這個總評的話 是計算了一些徽章 所以我計算了一下 稍後我就給 2,900 點 給 Check GPT 分配屬於他的球員 覺得這個想法不錯的炮仔 希望多點點贊 所以就來了,我就發問了 究竟 Check GPT 心目中的完美球員 我就說了,有機會成為 Greatest of all time 這個球員,他會怎樣打造呢 一如慣例,他都是說 一輪咀說了很多東西 當然,我不想看他的分析 好,接下來我們看看他怎樣分配屬性點 首先,頭射就先拉滿 你看到近距離、中距離、三分球 都是不差的,近距離90 中距離90 三分球是85 起碼他就不想看見一個像阿Ben那樣的球員 拔球也有85 但是,我這樣看了一下 Check GPT 你有沒有出貓的 真的出貓來 你看一下,詹斯牙登 2987點 他有些地方,即是有些屬性是比較差的 但是 Check GPT 這個球員呢 喂,大哥 你分配出來的這個球員 沒有一個屬性是低於80 我真的要計算一下,你是不是出貓 應該是出貓,我先計算一下 好了,我數了一下 這條石頭真是不老實 所有的屬性點加上是3180點 喂,機器人都出貓,不好了吧 所以我真的很... Come on man 老實一點,行不行 所以我就叫他再設定 看看這次的話,可不可以了 好了,他第二次修改這個版本 AI都是這樣,要吵架他才行 誠實了很多 你看到上一個版本的話 Close Shot, Mid Range Shot, V-Point Shot 90,90,85 現在基本上減了5點 85,85,85,85 唉,這樣就像樣一點 不過好像都... 都沒有一個屬性是60以下的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超過 但是不要理了,都算了 起碼這個就沒有那麼恐怖 因為說的是新手版本 他自己都抱歉了 對,AI都會犯錯 知錯能改就可以了 沒有所謂的 內線防守80,外線防守都有80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可能不知道Potential 這個有多嚴重 我們就設定是95 當然不可以太低 都不要太高,95就可以了 因為最主要是交出來的數據 好了,接下來當然就是傾向這一部分 傾向就沒有限制 當然不用限制他拿多少分去分配 2K裡面有這麼多傾向 是啊 可能有些朋友不玩2K 他不知道傑青平時怎樣編輯球員 以往2K21,2K20,2K25 如果要來到2K23 你怎樣編輯呢 就一個一個數這樣編輯 沒有捷徑,哪有捷徑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傾向的數字 所以我就問一下他 看看他怎樣安排 當然是根據他之前編輯的一些屬性 看看他怎樣安排 好了,他安排好了這個傾向 這些傾向的屬性都不用看太詳細 因為稍後我會看到 看來他不是很適合 我看他的分配就知道他不是很適合 怎樣這樣說呢 你看回他的ISO這一類 無論是對著很差的防守球員 平均的防守球員 好的防守球員 精英防守球員 75以上的 基本上就是一個單打痴漢 但是你看到他那個射籃傾向 射球傾向 就85 不算太高 不過有些球員的射球傾向 是可以繼續提高的 我就不知道 赤GPT這個球員會不會繼續提高 其餘的話 我們看看他的3分2分怎樣 3分的話有的 80的3分傾向 然後中距離是85 近距離是85 就是他就各樣都有 給我的感覺就是沒有側重點 每一部分他都要參與 當然搞出來的球員可能會很有趣 一會兒我們試一下就知道了 好了 那屬性傾向的東西 我一會兒就會編輯 可能有些朋友就很好奇 為什麼你不問他身高體重的東西 難得的 因為講講我們這個系列 所有的球員都是經歷過轉盤的洗禮 沒有一個是特意將他打造成完美的球員 即是如果你所有東西都設定好的話 對於其他球員來說是真的不公平的 所以哪怕是赤GPT 你都要經歷轉盤的洗禮 所以這個選材的轉盤就是20位90加的球員 很簡單而已 所以各個位置都有人 接下來就是身高體重轉盤 位置轉盤 以及進攻方式轉盤 對了 要大家都公平才行的 所以首先的話是身高還是體重 OK 是體重的 By the way 補充一樣東西 2K13的七五虎 暫時是沒有後場的球 哎唷 Stephan Curry的體重 好了 Stephan Curry的體重 你說打個後場都OK 肥仔水的身高 踏上Stephan Curry的體重 OK 沒問題 OK的 如果是後場的話 小舌 都可以的 其實2K的話 我認為身高的影響是大過體重的 好了 接著就是進攻方式 就是我感覺 就是CheckGPT生成的時候 第一個進攻方式是即逆擋設 我感覺CheckGPT編輯傾向的時候 你說什麼進攻方式都OK 背欄單打高位就輸出了 因為2K的高位是比較差的 手大手接球員都OK 有沒有單打呢 因為剛才說他單打是好狼死 哎唷 弄了一個三分球 好了 經過這段視頻編輯之後 這次輪到99屆選手名單 CheckGPT已經在陣中了 他是這屆新秀總評最高的球員 身高2.11體重84kg 上限是名人堂 下限是不用看的 這個完全是bullshit 因為他現在的能力已經很強了 強空 超群的防守球員 具備天生的直覺 藍下伸手敏碟 各種手段打分 注意後方 經常做到block shot 因為他進攻A減防守A 大家都看到CheckGPT 分配屬性分配傾向都是很平均的 當然是沒有弱點 其實是有一個弱點 這個我稍後再說 預測是作員 沒有走雞 在大學的數據 29.2分 10.8個版本 4.5個助攻 3.5個頭部 4.4個brush 我想他的發展起來會很無敵 好了 第一個錯誤開始 CheckGPT是第一順位被多倫多速龍選中 都說了他的屬性很平均 你看看 真是拿命 為什麼這麼說 他現在只有85種平均 他有上升的空間 在這種前提下 基本上已經沒有缺陷了 一會很快 一兩個賽季 內線 3分波能力再提升一下 機器人 果然是機器人 真是 其實是一個Bug 他只是內外兼顧 攻守兼顧 你玩夠了 當然 球隊的手法可能是巴黎斯 但不用多久 CheckGPT就超過他 剛才就說 他有一個缺點 暫時有一個缺點 就是頭籃傾向 只有85不算太高 但他跟Stacy不同的是 他是全方位沒有死過 什麼進攻選項他都有 所以他的頭籃傾向會不斷增加 特別是ISO 對著防守比較差的球員 他的ISO 對著就是這個ISO的傾向 是人他也有ISO 所以他的射球傾向應該會逐年提升 這樣搞定他這個屬性 真是無敵 第一個賽結束 CheckGPT就毫無懸念收下了最佳新秀的獎項 其實他現在是有傷的 所以還是有一個小小的弱點 就是他持久力不算很強 就80多好像是85 這個賽季19分 7.9個版 喂 就新秀賽季這個數據 我都看到他發展起來有多全面 真是攻守兼備 內外兼顧 所以第一個賽季 帶隊已經是殺入季後賽 49勝33 當然嚴格意義上來說 你說不是他帶隊 都是他帶隊 因為講到私下金 又好 班尼斯又好 這數據又怎樣 CheckGPT同樣可以給到 所以新秀賽季的季後賽季 快速無矣就OK 應該都走不到幾個月 0比4就差一點 接下來了第二個賽季 CheckGPT是拿了最佳進步球員 確實的 各項的數據就放在這裏 25.3分 9.6個版 7.3個助攻 Toubot 什麼都有提升 Feel Goal都有提升 當然可以看到他的射球傾向 我都講過 他跟Stacy不一樣 他真是無死角地開火 藍底的射球傾向 我可以看到有些射球傾向 是逐漸變化 但是他的總投籃傾向 是不斷增加 真是無死角 其實上個賽季 他是入選了三陣 這個賽季更加飆升 到了一陣 球隊是47勝的戰職 是分區第三名 你說陣容方面的話 現在CheckGPT真的是大佬 班尼斯 PC阿金還在 Verville OJ Nubi 你說比較大的人員變動 應該是沒有的 Kevin Johnson 都在 所以的話是第二年 第二年打季後賽 上一年是0比4輸了 比波士頓賽 那今年的話 至少是進級第二輪 第二輪的對手 4比2 淘汰了阿德蘭達老鷹 第二個賽季 留買陣容 讚勞比利在這裡 Harley Burton 其他球員 Patrick Williams 都過了來留買這裡 是第二個賽季 CheckGPT帶隊 OK的 第二個賽季 來到東部決賽 我認為是沒問題 Jayden Green 西決MVP 東決Harley Burton 跟我們就已經是無關了 難怪啦 難怪啦 你看回這個季後賽 So good 嘩 死了 你打成這樣 下個賽季 我期望你是帶隊奪冠 最後的總冠軍都看得到我眼 火箭奪冠 哎喲 薩波尼斯 嘩薩波尼斯 他原先在流馬打過球 他現在就來了火箭 當然現在現實的話 他要殺成帝王 好啦 接著是第三個賽季 意料之內的事情 這些數據都沒什麼好說 非常全面 薩波都在提升 真的360度 無死角 DToy拿來可以嗎 暫時還不行 但是以後有很多機會 球隊54勝 是分區第二名的成績 我留意到這個賽季 交易換來Tillman 他長均都有5.4個版 然後Clay Thompson 是底身加盟球隊 附載CheckGPT 是不是第三個賽季 我期望這個賽季 散入決賽 所以看看貴後賽的成績 Come on man 你不要跟CheckGPT 沒有傷 沒有傷的情況 嘩 軟腳蟹啊 貴後賽 軟腳蟹啊 你這個傢似還想挑戰龍哥這樣的數據 你哪有得出手啊 好 這次快來到第四個賽季 CheckGPT第二次拿MVP 32.8分 14.39個助攻 防守的數據都不錯 所以DToy都拿了 接著球隊的成績是分區第一名 我留意到一樣東西 就是CheckGPT身上的小傷病是不斷的 暫時是頸部神經痛 大家都看到他有49個徽章 風格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這位獨一無二的球員 這位MVP上的賽季帶隊是被人黑漆的 這個賽季的話 你不要跟我說被人黑白霧的 沒那麼差 下輪的對手是波賽 我們看看他的陣容 我想看看Jaylon Brown就在這裡 Jason Tate 波賽你這樣玩 沒有什麼意思 志武哥也來了 今天拿到賽點的時候 我想看一場球 拿到賽點的時候 我看看CheckGPT面對這三位球員 可以交出什麼表現 2比2 天王三之戰 3比2 Game 5 36加8加11 OK Game 6的話 半場結束的時候入場 可以 這場球 我看看有個分測 有Game 7了 那就Game 7入場 不及 Game 7入場 等一下 Game 7入場 Game 7的話 回到主場 沒問題 Game 7半場結束的時候入場 剪多些highlight給大家看 對著這個瘋狂的三巨頭 打到Game 7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所以本場結束的時候 暫時的話 第三次開始了一會 還是領先 但是CheckGPT是16分6的版 來到現場 其實看到CheckGPT是打了Shilling Guard的位置 前三分半鐘都沒有他的戰術 三分半鐘之後 這次是第一次給到他的戰術 借過Pick之後的三分出手 高拋物線穿針命中 接下來的話 同一個戰術都是借過Pick 再問三分球 這個球就炒了 我發現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戰術 這個球他沒有射到 給了OJRNUBI三分命中 今次在45度角是沒有時間 隊友選擇給他的Long 2命中 投射能力就沒得說了 相同的戰術 沒有時間 三分以外借過Pick 你不貼上去的話 你讓他集定這樣射就真的有 不出手的話 就Pick and Roll 這個球給了Coloco 秒傳 當然他的三分出手機量是高的 所以有時候 擔住防守勤他都照問 這個球其實也有點問水 差點就給Rubble William打荷包 去到第四節的比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執行戰術的時間 通常都是最後5秒 最後5秒才會借Pick 就變得有不少的勉強出手 但是這個Rubble William封到臉都入 照問的 飄移的三分 照射的 都說了無死角出手 幸好就是波賽這邊進攻不在狀態 你都看到他們的得分很少 三巨頭沒有什麼作用 剛才Jason Dadam 一個失誤 字母高的傳球 Robert William 出了街 所以Ther GBT 這一場 入場之後不算打得太好 變成了一個三分癡漢 我是真的瘋狂射三分 可能真的在聯盟打了幾個賽季後 進攻方式有些變化 這個球我打算射個中距離 結果Stamp Back 之後很勉強的出手 總結了 這場球入場之後打得不算太好 防守尊都沒有體驗到他的能力 但是全隊的發揮不錯 限制到這隊三巨頭波賽 Game 7 是 104 比 95 贏波 淘汰了波士頓三巨頭組合之後 下一回合的對手流馬好像之前就是輸給這隊流馬 其實這個陣容還算OK 照計你連波士頓賽等三巨頭組合都打得過的話 可以進級 所以Vinyl 的對手就是OKC 檢查GVT 冬缺 34.8分 10.7分 10.2分 Triple Double 再加上這個Feel Goal 我都不想說了 OKC的陣容是怎樣呢 SGA Giddy Jelon Williams 堅揚馬 在遊戲中OKC是這樣的 無二幾年就很恐怖 但是... 但是... 還有阿里蘭斯 太艱難了吧 這個奪冠之路 第一場球 21加17加14 第二場球 1比1的比分 第三場球... 第三場球贏了40加9加6 你還想怎樣? 你還要求什麼? 第四場球 2比2 天王三支戰 3比2 這場球的話... 32加8加6 OK 第六場球我們SIM CASE 嘩... 這個奪冠之路太困難了 說到BOS 這三巨頭都很厲害 到Vinyl OKC這個組合更加厲害 最後第四季的時候我們要入場了 是不是呢? 最後的6分鐘我們入場了 領先5分 36加8加8是GPT的數據 還有5個BOS 當然都有4次的犯規 好了來到現場的第一次進攻 還有班尼斯的突破有干擾 不入的 私下金有板幫他抹屁股 接著OKC這邊是GIDI 單打奧將Ruby 最後擔任他都可以上入 然後HGN妙傳給了Chad Homes Grand 然後繼續是GIDI 不是硬射的 給了Wild Open的Jerphys 一個Long 2命中 第四個回合 終於把球交給Chad GBT 來主導進攻 一個Long 2 你不貼實他的話 你只能夠撿球 回過頭OKC這邊 SGA都有回應 一個Long 2 接著他的突破 紙下金貼住他 從後面Block也是有SGA 接著自己推上前場 找到了Wild Open的Chad GBT 空位的把握機率還是比較大 然後的話 他不上 真的現在變成了3分射手 分出去班尼斯 3分命中 感覺OK OKC這邊的話 SGA的上籃 左手的上籃 難度也不低 最後1分半小時的比賽時間 看到Chad GBT 已經收到了WT待遇 都留意到Chad GBT這邊 雖然說投籃不低 但他真的不是硬來的 不過 這個球稍嫌傳得太快了 OKC這邊 這個應該是RJ Hampton 直接送給巴尼斯 他應該是RJ的 按一下時間 是不是不急的 現在是BONS 給了他 又很敏水 這個球 最後是上了Avarado 其實這個高度 你放在現實的話 你來Mark SGA 就大糾王了 給到了Chad GBT 開始Pose Up了 哇 幾個人抹著他 轉身再轉 再轉 其實OK的動作 我稍嫌 Avarado 有點啞 如果不是 哇 阿J Hampton 瘋狂送禮 直接把球送給 芝加金 又可以扔球中 犯規了 接著來的時間 OKC這邊 再出了最後的增載 SGA 掛了3分 進了 GIDI 認住Chad GBT 也進了3分 但時間 是他們最大的敵人 所以Game 6的比分 108比112 總比分是4比2 Check GBT 大隊 第四個賽季奪冠 最後看到粗龍的主教練 Nick Nurse 手捧奧拜恩 杯 MFMVP 沒有原念 就是Check GBT 接著再看看Check GBT 這個Final的數據 獨一無二的Check GBT 長均31.2分 9.5個版 9.2個助攻 這個3分名 名做已經算是差 44%已經算是差 拿到了第一個總冠軍 接著第五個賽季 三年MVP 而且是同樣配方 拿了DPOY 球隊是49勝 分區第五名 我留意到的 班尼斯是年輕 他是最佳拍檔 其他球員的年紀 就不年輕 所以你說奪冠的話 其實接下來這兩個賽季 是最好的窗口 去到後來就不知道 第一回合是過關 第二回合的對手 8號總指的老鷹 繼續進級 接著是6號總指的費城 出路人輸了 Giamatti是西QMVP 東決這邊是Joel Mbitt 最後一場球 我始終都說到一樣東西 就是Check GBT的雙病 他就是唯獨沒有估計到雙病 真的經常是雙 肺位縮 都很嚴重 接著是第六個賽季 也是相同的配方 4年MVP 接著是3年DPOI 球隊分區第一名 當然陣容就是這樣 班尼斯是OK的 但其他球員比較老 好像沒有什麼年輕人說要接班 所以Check GBT 你就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真的不要經常受傷 第六個賽季 可不可以拿到第二個總冠軍 第一回合是過關的 第二回合是騎士 我想看一下陣容 但比較輕鬆就算了 接著是6號總指的藍網 輕鬆 又來了 又來到Final Check GBT DonQ MVP 又是這隊 又是這隊 OK C HUA那些球員不見了 什麼回事 所以第一場球 贏的 OK的 什麼回事 史特達米亞也好 HUA不見了 阿蓮娜斯也不見了 趁他病 拿他命 1比1 接著2比1 第三場球 33分的 Triple Double 第四場 45分 當然他打都沒問題 3分不算太準 Check GBT說我不喜歡打殘陣的OKC 3比2 好了 這場球的話 少了 16加11 Check GBT 30加9加6 進了兩次場 但是都可以SIM Cast 阿蓮娜斯 HUA突然之間就不在陣中 但是在主場 收不下這場球 那就有點隱患了 哎呀 22分而已 Game7就很難說了 去到OKC的主場 Check GBT可以交出什麼表現 他說沒問題 拍了心口 沒問題 去到第四節的時候 真的沒問題 Keep這個分差 第二個總冠軍就到手了 29加9加11 所以還有5個偷 所以暫時這個成績單 6個賽季 4個MVP 2個總共骨 2個FMVP 3個DPOY 傑青宇宙最強人物 暫時是多厲害的 好了 接著是第七個賽季 這個賽季球隊是分區第二名的成績 Check GBT沒有得到MVP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是有不少的補強 Sedip Bay是兩年的入童 狗基王也是兩年的入童 Jalen Sucks是短工 一年的入童 Devon Vessel也是一年的入童 確實這個多分點是多了 不過風扇真的太多人了 Check GBT這個賽季的數據就有點下滑 26.3分 所以他就沒有得到MVP 但是陣容的話確實是不矮的 不過你說年輕人就 就是有潛力的年輕人 我就真的見不到 好了 這個是第七個賽季 By the way FMVP又給到了阿蓮娜斯 他1-2K裡面確實很厲害 第七個賽季了 第一回合是搶出過關 第二回合的陣容 我看一下 對手的陣容 我看一下 Camello Jabari Smith Junior Walker Kesner 第一回合都很敏 第二回合會不會就失敗了 是否0-3-6下 又1回合搶7 結果變成了8號種子的藍王 越打越輕鬆 又來到FINAL 西決這邊是唐鵝的莫布尼 冬決的話 NVP當然是Check GBT 所以唐鵝的手法陣容是怎樣呢 Jerrick Allen和莫布尼過來了 為什麼會有Brand Wagner在這裡 那只要Williamson BI那些就不見了 這個陣容坦白說都是一般的 但是第一場 還有Jonathan Kuminga 還有卡比娜 這個是Jalen Smith 這場的話Check GBT 都拿了34分 按計這個陣容不算太強 結果繼續輸 這場的話Check GBT32加13 第三場1比2 第四場2比2 第五場3比2 讓2追3 你吹嗎 29加8加4 這場我們SimCase 追上來了 追上來了 2分08秒落後 5分不是太多 繼續入場 24分 7個版 4個助攻 好了 來到現場 第一次進攻的話 就已經交給Check GBT 少許Stamp Back 中距離名中 13中10 斬低了26分 最後時刻 看看Check GBT的表演 迪雲夏里斯 這個球已經沒有偷 但是莫布尼撿球之後 都沒有攻到 敵雲夏里斯 再次奪進去 咦 這個球 莫布尼是脫手 Check GBT 給到了 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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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到 才是輕鬆 複進的 終於是看到Check GBT 防守端的能力 是有展現的 其實他防守玻璃不適合位置 體重的 完全不適合 這個球掉進來 Block不到 好了 時間到的預測 拉開一邊 Check GBT 這一個Pack 再拚一個小時距離 哇 這個球 Jerick Allen 沒有跳起身 但是距離很近 最後時刻 Check GBT就沒有手軟了 都很累 還要全場跟防 又要防別人持球的球員 又浮 好了 Wedner上線是兩塊傳中的 速龍這邊 哇 這個球是什麼意思 其實應該是Check GBT Pose Up的戰術 但是堂國這邊 簡直是沒有人 空城計 入場之後Check GBT 3射3中 完全不手軟 還要記住持球球員 真的很累 這個球 居然偷不到 沒有啊 其實我對歐洲的內線 好像什麼護仙域 波輪斯 這些我真的沒有什麼好印象 都是比較軟的 好了 Check GBT 哇 這個球我就感覺到有些不祥的預感 它拚了一下我就知道2K要玩東西了 硬要射了 那就沒有主動拳了 給了一個莫布利 對著阿斯亞金 怎麼處理呢 換回正面 直接上 都記不住 好啦 Timeout結束 20.2秒 就要射3分 就要射3分 還在跑戰術 哎呀 真的要命 這樣就10秒過去 強勁射 胡仙薇 有板 傳出來Trainman 不射 給了車GBT 都不少了 所以第六場比賽 比分130比125 要打Game7 接著來Game7 繼續SimCase 雖然進入了不少次場 其實看到班尼斯是有傷 所以剛才根本就沒有上到 對於車GBT來說 又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主場的唐鵝 去到第四節的時候 哎 比較可惜 最佳拍檔就傷了 最後就輸了31分 CheckGBT也說盡力了 27加6加5 碑是20加10 最後的FMVP 是給了莫布 接下來了時間 我會自己無意的 拿MVP這些我都不說了 如果進到Final的話 會停下來跟大家說 好啦 都猜不到的 接下來了再次進Final 已經是4個賽季後 CheckGBT的第11個賽季 又是OKC OKC的陣容 其實阿聯娜斯還在那裡 Chelmgren在那裡 但是這個陣容 沒有當時那麼恐怖 當然 當時速龍奪冠的班底 有很多球員離隊 班尼斯還在 Tray Young就簽了一個底身 Vanderbilt在那裡 Aaron Brooks是自己選回來的 其他球員的總評就會比較低 所以第11個賽季 可不可以拿到第3個總冠軍 沒問題 所以就是第3個FMVP 其實MVP CheckGBT 拿了很多 我稍後再說 31.4分 9.4個版 10.6個助攻 三方50% 恭喜CheckGBT 好啦 接著又隔了3個賽季 CheckGBT大隊 不能說連續奪冠的東西 是第14個賽季 Final的對手 終於不是OKC 是胡仁的 胡仁的陣容 非常一般 嘩 這個冠軍是送給你的 看到速龍的陣中 都不知為何這麼喜歡 集合集合小前鋒的球員 Benedict Mathering在陣中 這裡有一個Jew 這個假人JordanJew Patrick Williams在陣中 大Q在陣中 當然就沒有說 哪些球員是比較年輕 潛力是比較高的 不過這個總冠軍是真的送給你的 太輕鬆了 第4個總冠軍 第4個FMVP 34歲了 27.4分 10.4版 7.8個助攻 這次有機會連貫 下一個賽季 第15個賽季 又是落燦機會 嘩 怎麼了 為何總是要送大禮包呢 我相信CheckGBT會毫不猶如地收下這個大禮包 又是4比1 真的送了 17.6分 第5個FMVP 最後是無意到了40-41賽季 就是CheckGBT第18個賽季 能力不差 還有88總評 但是他說是時候退休了 確實的 Check速龍陣中 有沒有人接班呢 有沒有人接力呢 沒有 比較差 急流勇退 所以CheckGBT長軍得分是25.9分 生涯長軍得分25.9分 10.2版7.7的助攻 1.9的偷波 1.9的brush 差不多是50%的感覺高 三分球很準 43.3% 佛球也很準 87.7% 總分是36,373分 其他四項的主要數據大家看到 我都不用Check什麼歷史資料了 應該是NBA最全面的球員 也是潔清宇宙最全面的球員 應該是他 你看看獎項就西郊尼了 7次的NVP得獎者 5個NBA總冠軍 當然5個FMVP都是他 有一次的兩連貫 17屆的All-Star 14次的一陣 一次二陣 一次三陣 再補充多7次的DPOY 這份成績單的話 你放眼睫清宇宙 可能就是龍哥有得咬手 因為龍哥是9個總冠軍 8個NVP和7個FMVP 當然CheckGPT還有DPOY的加成 所以就這樣看榮譽 可能CheckGPT是潔清宇宙最強的球員 當然接下來的聯合模擬 15個潔清宇宙的球員 你還有沒有這麼威風呢 我們到時就知道了 OK 今期的視頻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